4月份即將來臨也是水里鄉新興村歌曲錄榮的時間 而往年水里鄉公所都會在車程舉辦錄鼎季的活動 來推銷新興村的優質錄榮 今年因受疫情影響 主辦單位也決定今年錄鼎季來停辦 即將來到4月份 就是我們水里鄉新興村 這個家家戶戶在歌曲錄榮的時候 今年我們水里鄉公所 往年也都是配合地方的民族 來辦理錄鼎季 鼓勵全省各地的遊客 來到我們水里鄉新興村這邊 來欣賞現場歌曲錄榮 以及一些相關的活動 因為疫情的關係 來暫時停止辦理 先議員陳昭玉表示 因應疫情 許多大型活動都停辦 而鹿農有季節性 加上農民也相當用心 雖然沒有辦理公開的大型推展活動 但鹿農品質不但不打折扣 相當優質 水路也相當的健康 歡迎消費者能夠到產地直接購買 因為我們現在政府為了武漢疫情 希望大型的活動都可以減少來停辦 但是因為這種東西是有貴貴貼貼 所以說我相信我們的品質不打折扣 希望我們農民比較用心 我們的消費者如果要純粹 協助農民 記者邱品逸 隨理採訪報導 在此思念你 你可以說 你一定是 Zombie 你不可以